物件名稱,然後存放什麼?存放這個,用什麼方式呢?用GET TEST 把它GET出來,存在那個變數裡面,對不對? 然後再做什麼事情呢?再做比對 那特別注意,那個自算的比對的話,一般會用一個方法叫做ECOS 是不是等於ECOS?如果等於1234的話,做什麼事? 如果不是等於1234的話,做什麼事?那程式怎麼寫?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一樣嘛,我們一樣在這個地方建一個什麼?建一個事件 那建在哪邊呢?特別是在這個分號後面ENTER一下 然後呢,BE OK,點SET ON CLICK 所以你一樣打一個SET ALL,ENTER一下 那如果你上面想要偷懶一下,乾脆把這個把它偷懶一下,放在這裡好了 OK,上面的也可以拿來用,或者你把上面的摳下來再來改也OK 然後一個大瓜糊,然後後瓜分號,一樣建一個什麼?這個地方? 建一個那個新增未實作的方法,有沒有?這樣就好 OK,你會發現,建一個按鈕的試鍵 其實這麼簡單,OK 然後要做什麼事情呢?第一個先怎麼樣呢? 先把那個我們上面KEY的東西先抓出來 所以我需要什麼?先建一個SRING 這個SRING的名稱假設是S好了 它等於什麼呢?等於ADTEST 那這個名稱的話就是這個 剛剛是SET對不對? 那你可以用什麼?用GET GET的話呢,就是取得現在使用者輸入的字 點什麼呢?點GET嘛 你就打一個GET,GETT 它就自動出來,GETTEST ENTER一下 點,記得要把它TOSWIN 分號一下,這個時候呢 它輸入的詞就會放在S裡面 那輸入到S裡面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判斷一下 如果一副什麼呢?一個邏輯 小瓜糊 然後大瓜糊是做什麼事情? else 然後大瓜糊做什麼事?切開來嘛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就是中間這個地方的小瓜糊 就邏輯 邏輯的話是什麼呢? 如果S點,點下去之後的話,你記得 這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點下去之後,在加法裡面一樣 它裡面有幾種去判斷說是否相等的方法 包含就是什麼呢? Ecos,什麼呢?Wish 還有Ecos,跟Ecos Ignorce Case 那主要是這個Ecos,是不是相等? 那是否相等跟底下這個 Ignorce Case相差就是有沒有 沒有比那個大小寫 如果說你忽略大小寫就選這個 如果是你不管大小寫的話 只要相同的話就這個 我們用Ecos,好了 Ecos,什麼東西呢? Ecos,我們就直接給一個什麼? 123456好了 如果裡面它輸入的是123456的話 做什麼事? 如果不是的話做什麼事? 那如果我今天的虛誘是 如果它輸入123456表示密碼正確 反之密碼錯誤,就這樣子 那用什麼方式顯示最簡單? 就用Toast 特別是這個Toast 你不用宣告 為什麼很奇妙? 它已經叫做隱含了 它叫隱含 隱含就是說它已經內建在裡面了 你不用再匯入也不用再宣告 那怎麼做呢?特別重要 這很好用 我常常用Toast 來做一些Debug來用也很好用 Toast點下去 你會發現Toast不用宣告喔 直接可以用 打一個Toast就可以了 後面的話呢 它會出現一個叫MagTest 有沒有 用選的就好了 MagTest裡面就是說 你就是幫我跳出一個訊息 然後呢 裡面的話有哪些東西? 第一個要跟它對話 就是說 第一個 它會跟你要三個訊 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就是Context 那什麼叫Context? Context一般講就是 叫做畫面控制器 是由誰去控制?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第二個是你要顯示什麼訊息 第三個是你Duletion 是你要維持多久 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一秒鐘 一個是三秒鐘 沒有別的喔 你不能說我打十秒鐘 不行 它還是給你停三秒鐘 OK 那你要怎麼打比較快 其實不用背 我建議點下去有沒有 Make case 對不對 然後Enter之後的話 第一個請你用選的 那你畫面控制器不知道的話 沒關係啦 書上都是叫你要打什麼什麼 list 或什麼application.list 等等的 其實不用 你就選什麼? 選這個就可以了 Get applicationContext 就是說 請你自己幫我抓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誰嗎? 其實畫面控制器就是 Activity 那Activity 是由它控制 可是我不知道現在 Activity是誰對不對? 哪一個Activity 那我就怎樣? 請你自己幫我抓一下 Get application 現在的這個 那文字的話就是 如果連相等的話 那就密碼正確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密碼正確 把這幾個字打上去 OK 再來的話呢 OK 驚嘆號一下